Lail聊世紀 電影龍關心 大家好 我是Lail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 對上哥德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阿拉布丁徒 那最近喔 這個世界門的頂尖高手 就在天梯正中大殺四方 那我們這場看到是 MBL 對上Viper 兩邊的一個文明選手 都蠻特別的 都是這個賽爾特人 還有哥德 兩個都是步兵文明 那我覺得步兵文明是 是世界帝國裡面 屬於屬於好看的這個比賽 因為 哥德跟賽爾特人 這兩個文明都其實 不太好打 尤其在前期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步兵文明互打 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好 那來看一下 紅方選擇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伐木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步兵 這個移動速度也是特別快的 那工程器單位呢 攻速也是特快的 所以賽爾特人 擁有很多 獨一無二的這個 文明特性 所以賽爾特人來說 他打一個 後期來說是沒有問題 但是要特別注意對方的火炮 還有火槍 那比較 比較需要用的是 用他的鬆爛武士 這個機動性單位 去抓到後方的火炮 或是一些工兵單位 是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他的戰毛兵 基本上是不太能用的 只有二級射 跟二級的工兵鎧甲 戰毛兵是有點不弱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人 哥德人這個文明 就跟賽爾特人有點剛好相反 因為他的戰毛兵是全滿的 三級射三級防都有 而且他有火槍火炮 所以跟賽爾特人是剛好完全是 兩面 兩面禁止的感覺 那賽爾特人的步兵 攻擊力雖然很高 但防禦其實蠻薄弱的 但哥德的步兵雖然 遠防很高 但他的正面互打 是會打出賽爾特人的 所以這兩邊的一個文明 對決 覺得蠻特別的 好 那哥德這邊呢 是可以一開始點下 織布技術的文明 當然 VIPER這邊是沒有先點織布 點那個織布的一秒的 研發時間都想省 所以他這邊 並沒有來一純去開稿試 這是一個正常開農的方法 那哥德人的後期 步兵折扣非常誇張 可以打到六五折 六五折的步兵 讓他可以爆出更多的 劍兵勇士 或是槍兵 或是各的衛隊 我都是很適合 哥德人的後期玩法 那哥德人遇到步兵文明 對打的時候 通常可以打這個 劍兵勇士 還有火槍 進行抗衡 那遇到工程器的話 也有火炮 所以哥德來說 本身後期科技線是OK的 但是 又是難在他的經濟 是很難農起來的 因為哥德本身來說 是經濟加成 後期是沒有的 前期來說的話 只有吃這些 駝鳥啊 或是大象啊 野豬 這些野生動物的時候 吃的時間 可以再更長一點 大概補陣快 一百肉吧 也沒有到一百 可能一百肉都不知道 但這些 資源 可以讓他在前期 可以更快點下一擊射 或是轉出一些村民 甚至你村民被抓掉 可能也不會直接積聚了 至少這個經濟量 還是能追得上一點點 所以哥德來說 難是難在前期 後期的話 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我們先稍微 看一下兩邊的地條 那我們先看到 哥德人的黃金礦上面 有一個主金 左邊有石頭 右邊的部分 則是有附金 左邊有附金 那看起來來說 是不錯的 主金在裡面 附金的部分 是在野外 但是偏右邊的位置 不是偏正面 這個金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那應該看起來還行 畢竟是miper 那我們來看一下 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這邊 這個村民 現在是十八村 十八點崩 這麼快 好 繼續看 然後石頭在上方 附金的部分 附金很重要 附金在左側 右邊的話 哇 這個就有點慘 雖然看起來跟哥德兩邊一樣 附金都在偏正面的位置 黃金也在裡面 果子也在裡面 白盒這邊就比較慘一點 果子要外側一點點 被迫要往外圍 目前看起來兩邊地圖是差不多 我覺得至少都是五六十分 在合格的邊緣 那目前看到賽爾特人 這邊升到封建時代 貨幣的移動速度 來到1.03 比0.9還要更快一點點 移動速度特別快 這邊過來是想要騷擾 魔防的部分 然後我們之前頻道一直有在說 這個冥冰遇到的時候 只要他沒有點裝甲的話 槍兵是可以稍微去跟他互統的 因為冥冰跟槍兵互打 傷害只差一點而已 而且長槍兵的血量 是多了冥冰五滴血 所以只要兩到三隻的槍兵 跟兩隻冥冰互打 基本上是有優勢的 可以打得贏了 至少換起來不是很會 但槍兵這個單位很矛盾 你只要點太多的話 肉就會消耗太多 經濟就會不太好 這邊看一下兩邊 弓箭的騷擾會怎麼打 目前看到哥德這邊是點出了 弓兵 四個人挖金 轉弓兵單射箭場 點下來一級射 後面這邊則是有伐木弓 點下了一級伐木 一農一木都點下了 薩爾特這邊則是沒有點下一級農 則是開始灑起了農田 這邊開始把這個 民兵給打了回去 後面的毛病已經過來幫忙一下民兵的部分 第一時間收掉了弓兵 麥婆的弓兵沒有控好 可能也懶得控了 看到的時候可能來不及了 就不控了 那兩邊都還沒點下一級射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一個兵工廠 OK 兵工廠補在前方 那沒有一級射的情況下 肉馬就可以無雙了 各著點下了一級射 賽特這邊也是點了一級射 兩邊都是一個一級射的開局 那通常步兵我與對打都是長這樣子 前期看起來都是這樣子 很少會去出裝甲步兵這邊互打 大家都是想要走一個後期路線 這邊先打的是毛病 貼近往前打 再一下往後拉 攻擊一下肉馬 肉馬血量剩一點點 先打對方肉馬 血量先換掉 然後再用肉馬去解對方的毛病 完美 但是後方有槍兵 趕快先打一下槍兵但沒有打到 肉馬回頭打了一下 再控一下 哎呀這裡控得好細緻啊 肉馬再繼續上前解決剩下的單位 肉馬無雙了這裡 現在肉馬想打誰就打誰 後面有一隻工兵 要不要先去後方打工兵呢 對要先去後方打工兵喔 毛病在後面繼續追逐攻擊當中 但肉馬還是被收掉了 哇 這樣子還是要稍微控一下毛病了 好 但村民宿來說 兩邊的村民宿是差不多的 但賽爾特人這邊剛剛有 這個TCDelay 顯示城鎮中心來到了30秒 所以村民宿差距大概又差個1到2村喔 看起來賽爾特人這邊經濟有點被拖到 剛剛可能忙在控兵喔 忘記有點斷村了 這邊我們來看到兩邊的城堡時代吧 看起來麥克風要把這裡 右邊給圍死了 地圖分數比較差 就是要圍大一點喔 要到城堡時代才能圍航 要到城堡時代才能圍航 欸 我發現這位玩家是MBL MBL 他這邊是 給你個小 哥德這邊 可能城堡時代一開始要來打騎士喔 那我在之前哥德的影片裡面 有提到 哥德其實城堡時代是可以打 騎士這個單位的 因為他有二級馬卡 也有品種 基本上跟其他的 奇兵文明喔 是沒什麼兩樣的 一樣有二攻二防 也有品種 跑術什麼都有 那後期哥德也可以轉大落 所以其實 哥德玩起來的玩法 也不會是只有 純步兵喔 騎兵方面也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還有戰毛兵 好 那升到城堡時代的 塞爾特人 升級好了奴兵 那 那 綾珀這邊是點下了二級房之後 開始把騎士往前送 塞爾特也是出了少量騎士 呃 待會 塞爾特這邊喔 補下了二級農 要趕快去轉出修道院來 哇 結果這邊四隻騎士 直接擊毀了 塞爾特這邊的勾兵部隊啊 哇 勾兵部隊直接被這些 騎士給砍光 哥德這邊打得非常好 塞爾特這邊喔 可能要趕快下修道院了 OK下完了下完了 我想說奇怪怎麼還沒有出 這個老婆 呵 不然這個 一過來喔 就完全抵抗不住了 好 那塞爾特人這邊也可以考慮 直接轉槍兵路線喔 重裝長槍兵 也是OK的 但如果轉重槍的話 就自己 就沒有主動權喔 可以去騷擾對方 或是空圖上都會有問題啊 所以這個部分喔 就是要看MBLH怎麼做化解 當然轉槍兵也是可以往外走 但是騷擾到對方村民 可能就是沒有這個殺傷力 可能直接轉個重裝長槍兵 然後配頭車老頭 前壓的部分喔 是一個不錯的 就是我們俗稱的 身頭戰術配槍兵喔 這個打對方騎士暴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而且騷擾跟進攻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好這個均勻沒有蓋好 但重裝長槍兵已經升級好了 哥德這時候補下輪軸技術 當然兩邊都沒有點二級伐木喔 這個有點怪怪的喔 好老頭過來 結果被弱馬抓掉了 哇 很尷尬 好 右邊的騎士 開始往房子這邊打了進去 這邊拖到兩隻村民在修理 後面老頭趕快過來著想一下 避退了 哥德這邊 好 哥德這邊突然轉出了二龍惡木 哇打一打還可以把這個經濟轉好 這是 Viper很厲害的地方喔 不會專注於打架喔 打架打到一半可以回去點一些經濟科技喔 MBL這邊就沒有點二級伐喔 就有點小小的經濟損傷喔 惡木是經濟科技裡面最重要的科技喔 應該說伐木科技喔 不是惡木而已 好 哥德這邊突然轉出了裝甲步兵升級 看到這麼多長槍兵還有老頭 還有奴兵 轉的確是裝甲步兵喔 這個就真的蠻特別的 好 那 Viper應該是在提防對方打一個生頭戰術喔 欸 結果這邊是直接要來插寶 這個石頭量其實夠喔 欸 還差一點點 但這邊收村石頭不太夠 可能會先下個修道院 或是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會先下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老頭可以從家裡開始慢慢產出喔 好 這邊把生物放了回去 Viper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還有常見兵的升級 好 這邊直接抓到裡面的老頭 直接擊殺掉 但是砍人就跑 後面有非常多槍兵在追逐 後面其實也被解掉 好 這邊直接蓋堡 MBL這一波壓制壓得還不錯 但有點可惜喔 不是蓋在這個更裡面的位置 他可能害怕裡面有投石車吧 所以不敢蓋太裡面了 但這個位置其實也不賴了 魚人走邊有工程器製造所 難怪我蓋這裡 不好意思 剛剛沒看到 那蓋這個位方 他還可以挖這個石頭 其實也OK 問題不大 繼續城堡推進也是OK的 這邊就要趕快補下挖石頭技術 趕快大爆挖石頭 繼續升插進去 連環堡升推 傷到農田處 就是MBL的勝利了 那現在 Biker這邊要趕快防住自己的農田區 這邊哥德是非常需要大量肉量 去轉出自己的步兵單位 那這裡可能就要投資非常多的衝車 去直接擠垮這面的城堡 但MBL這裡也沒有想要升帝王世代的意思了 裡面產出了非常多的松蘭武士 去提防對方的衝車或是其他的東西 去壓制自己家裡 那薩爾特人如果需要機動性單位 比起騎士 松蘭武士是更好的選擇 可以直接把松蘭武士當騎士來用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決定 因為松蘭武士本身就有11攻 甚至比騎士傷的還要高 雖然移動速度比騎士慢了一點 但基本上是 不會差太多的 裡面補了非常多 長劍兵在農田附近防守 好 MBL 欸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viper的城堡 蓋在後面 你要怎麼蓋 你村民拉這麼少 確定點 哇真的拉更多 這跟什麼這跟什麼 這跟什麼 直接堵你後面 還不是蓋側面 這個是一夜城啊 一夜之間把城堡蓋起來 OK 用衝車當掩護 還有一大堆長劍兵向前 後面 用衝擊去後面蓋城堡 但正面有非常多的松蘭武士 決定要把城堡蓋在右邊的位置了 好 但是後面的長長兵在阻止當中 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 正面的城堡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長劍兵 長劍兵攻擊是9加2 傷害是輸松蘭武士的 所以現在松蘭武士有明顯的優勢 但城堡的部分已經快來到70% 但正面的長劍兵還在往前當中 哇 蓋著這邊步兵折扣 傑免 還是打出了不錯的一個戰果 右邊有少量的騎士抓到 Viper的村民 擊殺掉非常多的數量 這邊MBL殺了22村啊 這兩隻騎士殺了滿地的屍體啊 左邊的城堡多人蓋了起來之後 這邊長劍兵還在繼續往前 衝著也在往前當中 剛剛好像第一時間衝車衝太快了 沒有讓長劍兵去扛住 送讓武士的傷害 但也有可能是MBL直接是 先點掉了衝車喔 這就是一些細節上的操作 兩邊都是做得滿不錯的 但MBL這邊怎麼會突然打輸呢 好 會打輸好像知道原因了 因為MBL沒有出衝車反制 但MEP這邊有 有衝車的話就可以喔 去反制對方城堡 但上時代會慢了很多 這邊看到MBL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但MEP這邊肉量反而是完全不夠點帝王的 還在繼續出長劍兵 還在往前壓制當中 但至少把自己的石頭給奪了回來 這面的城堡威脅也抵抗掉了 兩棟城堡完全可以守住自己家裡的領地了 右邊的黃金也在開挖 MEP這邊黃金挖得有點兇喔 農田的部分打會也要再繼續補一下 右邊剛剛死太多村民了 經濟有點跟不太上 直接轉出了4TC開農 升到帝王時代的MBL 升級的是二級弓 待會三級的步兵鎧甲也要點下 這裡有一台衝車被鬆爛武士給抓包 裡面有六隻常見兵 下車開打 收掉了一些鬆爛武士 鬆爛武士兩邊互打 感覺有點打不太過 很極限 最後是常見兵六隻打贏了這一坨 NBL這波有點虧阿 收藍武士直接從到了上方 要來繼續騷擾 上面直接圍死 圍超壞的 好 電龍時代還有一分半 NBL的收藍武士已經快要研發好精銳了 精銳收藍武士攻擊力14加2 14共傷害阿 基本上這個傷害跟遊俠是一樣了 哇好痛 果然是遊俠要傷害 打床劍兵 巨痛 但這個遊俠還不能用槍兵去反擊 只能用步兵跟他互打 這個就是賽爾特收藍武士很厲害的地方 但數量越多 還是打不贏阿 哇 哥德真的是 步兵海阿 好 那升到地龍時代的哥德呢 人口數會變成210人口 人口數多死 但還可以多出一些步兵 繼續利用這個人海的優勢 去打贏對方的步兵 左邊有更多的送藍武士過來 但長劍兵也是過去防守 第一時間升級地龍時代的哥德 點下了雙手劍兵的升級 三級攻再補下 基本上步兵就完美了 現在哥德沒有三級的 步兵鎧甲 所以用起來 步兵會比較 防禦弱靈一點 好 這邊有點被城堡吸引過去 長劍兵趕快跑 應該是跑不掉了 哇 這裡馬上點下金罐技術 這個 井噴喔 井噴技術 點完之後 兵營的生產效率 會提升100% 大概這邊產均勻的步兵 速度就會非常非常快速 高速幾噴 就在哥德 雙頭劍兵升級好之後 攻擊變成12加2 至少還有14攻的傷害了 雖然還是遠遠不及 松蘭武士的傷害 還沒有升到劍兵勇士喔 劍兵勇士是13攻 不然怎麼說還是會比 這個松蘭武士少一攻喔 但至少造價來說 比松蘭武士還便宜喔 而且哥德這邊有六五折的優惠 哥德這邊轉出了化學 看起來是有意想要打一下火槍囉 前面再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塞爾特補下了銀罐技術 這個銀罐點下之後 在城堡周圍 步兵會自動回血喔 非常強大 而且自己城堡的攻擊速度也會提升喔 塞爾特人也是劍塔跟城堡射速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好來看一下這邊 雙手劍兵擊潰了下方所有的松蘭武士 但上方用更多的松蘭武士補過來 但松蘭武士這邊直接站到了高地 反擊了回去 雙手劍兵 但雙手劍兵這邊只有一個烙杯 直接直接擴放巨型投擲機 應該是可以拿下 這個城堡射得太快了 直接射爆正面的雙手劍兵 哇 殘血活下來 這樣MIPER有點危險了喔 這邊巨頭要被拆 能修得回來嗎 直接不拆走掉了 但城堡順利拿了下來 但這跟城堡也是沒有蓋起來喔 兩邊村民宿是差不多的 三藍武士再次上前 拆掉了巨型投擲機 火防松蘭武士回手一下 但這時候哥德轉出了火槍和火炮 要來反制一下巨頭的部分 好 算了我是三隻抓到右邊附近的村民 這應該是野精喔 MBL現在有機動性的優勢 MIPER這邊 可以進去了 這個村民沒有蓋好 好 火槍過來救一下 好 正面的收藍武士直接往前 想要來拆掉巨頭 還有後面的火炮 後面的火炮看起來是難逃一死喔 正面的臭命也是直接被收藍武士給尻爆 MIPER這邊直接斷石 石頭歸零 左邊城堡沒人可以修 MIPER突然打出了 GG 哇 收藍武士這一波突襲打得非常漂亮 沒有想到哥德在科技上優勢的情況下 還是打贏了 打輸了收藍武士喔 哥德雖然這邊步兵截免非常多 也有火槍的優勢 但是機動性來說 還是遠遠不及賽爾特人的步兵喔 賽爾特人的步兵真是移動速度太快了 一直多線騷擾 而且多次把MIPER的正面的反擊單位 也再次反擊了回去 那我覺得步兵步屬的部分喔 VIPER可能這邊沒有做得很好 這裡面沒有火炮 但是這邊步兵的數量是遠遠不夠的 可能這邊用火箱去解一下 騷擾附近的這個步兵應該就可以了 家裡正面還是要部屬大量的火炮 跟正面的劍兵勇士在正面扛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那MBL這邊也是打得很好 知道VIPER這邊正面沒有過多的單位 在防守工程器 所以才可以即時拿下對方的火炮 還有這個巨頭 讓VIPER損失非常多的工程器 在這裡損失了大量黃金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果然是由VIPER這邊拿下所有的勝利 雖然經濟贏了喔 但是軍事上面來說喔 是賽爾特這邊喔 KD值是大魚哥的這邊喔 1.59的KD喔 對上0.63喔 等於是說一隻賽爾特收藍武士喔 可以打贏1.5個步兵單位喔 甚至村民喔 所以這邊MBL這一把真是打得非常漂亮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